哎呀 不好意思 要大家等那麼久 因為要等我核心檢查的報告 我們一行五位就是出席了 這個日大小一會第27條件 今天早上就說 日大小一會表決通過了 修改編發表決一 全票通過 而且還有熱烈的樣子 這個新聞反應 日大小一會表是很支持的修訂意中 大家都很積極 修訂的內容大家都看了 所以我不想在這個時候報復 政府方面也在解釋那些細節的問題 我自己總之來說 我覺得這個修訂 就是為了解決他們 在選舉裏面 放出一些流動的問題 而且我們也看到 反中聯邦的一些分子 利用選舉進入他 這個管治的架構 有些一路在破壞的東西 貪圍的東西 這個是容許的 這次中聯邦很堅決 一定要愛國者的治狀 所以這次原始 這個選舉制度 都是充分去怎樣體驗 保證愛國者的治狀 也有些地方是 恢復了基本法的原因 因為有些人喜歡在所說的 有些人走的樣子 有些人變了型 所以現在就很快 我覺得如果我們在這個 市水制度優化午後 完成之後 走上健康的軌道 香港未來的民主進展 就一定會繼續前行的 是沒有問題的 好 接下來有些問題 譚Sir 商業健康 想問問有關資格審查委員會 也知道是不可以做一些訴訟 符合那個安排 其實如果是現行那個安排 其實是傾向將最後審查的結果 或者過程會不會是公開 給市民知道當中的因由呢 而也提到如果涉及國家安全的事 而是不便公開 這一個會不會都是不便公開的 其中一個環節呢 先問一下 這個呢 其實我都不是一個最合適 回答到你這個答案的人 因為現在這個工作 看來審查委員會 就交給政府去做 包括警方的警務署的 郭恩偉和郭恩偉 另外呢 其他特首都說了 都是會由政府的主要官員來負責 至於你說公不公佈呢 我自己直覺地去理解 有時候的事情 可能當事人都不想公佈 因為他如果不做資格的時候 你怎麼出事 他怎麼出事 他怎麼不公佈呢 可能他也不一定想 你這樣做 所以我認為呢 但原則上 若果是按照整個機制 而你的立場 覺得適不適合 他做一個公開 通過或是不通過的原因 我想未必說通過一定是有好處 要想清楚 在這個過程裏面 因為他是和國安法那裏有關係 就是國安委所做的決定 所以我認為國家的國安法令 我們是不可以輸入這個決定 另外也想問回資格審查委員會上面 當然日後都會是一個 愛國者治港去選出一些 行政長官 或者是一些立法會議員等等的職位 但是見到其實 若果是這樣的制度之下 即是說今屆的或現屆的 雄政長官是審查著 他未來的一些挑戰者 擔不擔心除了是愛國者治港之外 會造成一個局面 是強遠有可能是 成為一個愛權者治港呢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即是有一個權力壟斷的情況呢 我真的都不用擔心 因為這些在設計的時候 都會從人考慮到 所以擔心 為什麼去制衡特首的權力呢 如果他有一些是特首好什麼好呢 他如果發覺自己有利應的牽涉 他都會失望 那有權 國安委的成員也都包括 有中英法的主任的權力 但是現在見到防止貝魯條例之下 其實第三條和第八條都是不包括特首以內 那其實特首的地位是否變了越來越 就是那個權力是一個膨脹的情況呢 擔不擔心日後是難以去有一個制衡 是形成其他的正式問題呢 不需要擔心日後 中央特首是要向中央負責 中央這個修改經法的扶展一致 也都是人帶上來的 所以不需要擔心 即是都不擔心會造成權力壟斷的 即是一定不會權力壟斷的 是 我相信你雖然太擔心 你這位設計的已經考慮了 好嗎 好 好 謝謝 好 是的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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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哈哈哈 對不起 對不起 我 是這間網上去了 高在東拉 這個是兩間圈子inc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